昨天晚上我在直播的时候有燕主发言说 祭祀伦纳德不打 快船怕是凶多吉少 当时我就说了 这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 因为队友们并不清楚伦纳德的身体状况如何 如果他上场了 但实际上并不能发力 快船其他球员反而会产生错误的判断 从而导致球队误攻 可如果当真伦纳德不打了 球队围绕哈登和乔治进攻 双核强度拉满 再加上今年季后赛以来 发挥极其亮眼的主巴斯鲍威尔 快船击败独行侠的概率反而更高 结果今天快船真的做到了 而且做的比我想象中的更好 有的人说别吹了 领先三贼一分显现被翻牌 可是你要知道 这可是季后赛 这可是独行侠的主场 对面拥有东西级这样一个 西部全民心首发后场的全能超距 还有凯利尔文这样一个末节之王 最难的是 对面还占了三个裁判 快船能赢 哪怕只赢一分 也是值得大吹特吹的 这场比赛 乔治的无双开局 助力快船大幅度建立领先 哈登的末节15分300两助攻 加上八投六中的超高效率 两大超距一投一尾 拿下独行侠 还有什么比这更梦幻的故事吗 但是这场比赛 哈登是真的不想做球队的得分王了 最后时刻 他故意把球赠给乔治 让独行侠的球员送他上罚球线 而事实上 本场的哈登五罚五中 稳如老狗 他是真的想让乔治的得分超过自己 结果乔大将军在罚球线上来了个打铁 最终 哨响定格 快转两大超距同取33分 那么哈登连续四场比赛成为了快转的得分王 几乎赛至今 哈登场局出战41.3分钟 看一下26分四半 七助攻一抢转1.3盖帽 其中出场时间得分助攻盖帽 四项数据都是全队第一 而且现在更麻烦的是 快转的球员一上场 眼里都是他 哈登不想做这个老大 他早已过了争权夺利 抢作球队地位的年纪 但是纪和赛连C四场 他被动成为了老大 但是我依然希望卡斯哥能够王者归来 我依然期待乔治能够延续爆发性表现 最好他能够来两场四四夹 C四老大早已不再重要 对于哈登来说 他现在想要的只有胜利 今天赛后 我与哈登现唱一曲 天王三 我想再唱一次 愿快船终能撑风破浪 天王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